家長在交小朋友的時候 最怕碰到的就是小孩子 怎麼告訴他 他都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 今天很高興 請到我們亞東醫院小兒部的主任醫師 梁昭炫 梁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梁醫師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梁醫師要趕快問問您了 小朋友怎麼會發生 這種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呢 現在醫學界對於所謂 兒童注意力不集中跟過動 目前還沒有一個確切的一個 就答案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原因 但是當然有些是跟遺傳是有關係 有些可能是跟父母在 母親在懷孕過程當中 有接觸一些毒物 或者是一些 小朋友暴露在一些不好的環境裡面 可能會造成這樣的一個表現 所以會影響到學習嗎 會 他們沒有辦法聽到父母 或者是說老師告訴他們一些訊息 會分心 沒有辦法學習 沒有學習的原因是 第一個就是這些小朋友可能會比較 在上課的時候可能比較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說老師在交代什麼 他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專精注意力 去完成老師交代的工作 那一般來講傳統的就是 注意力不集中跟過動症 指的是智力正常的小朋友 那當然有一些是智力不足 他也會引起所謂智力不集中 那他的原因可能跟一般智力正常的小朋友 可能比較不一樣 因為智力不足你也知道說 可能老師講什麼 他可能聽不太懂 不能理解 對 所以說他可能沒辦法 乖乖的專注的在課堂上去完成 他的這樣一個作業 所以在這兩種的話 通常就是要做一個 就是所謂的智力測驗 去做一個鑑別診斷 那如果說碰到這樣子 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狀況的話 家長應該要怎麼樣來幫助這小朋友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我覺得應該還是說 先帶給專業的人員去做一個所謂的鑑定 到底是不是所謂的注意力不集中 及過動症 並不是所有調皮好動的小朋友 都是注意力不集中跟過動症 那有一些癲癇的表現 他也可以以注意力不集中來表現 所以我們有看到一些所謂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小朋友 那在吃完所謂過動症的藥之後 反而症狀更惡化 所以一個正確的診斷 對於小朋友是最重要的 有了正確的診斷 我們才能夠針對這樣的一個疾病 去做一個正確的一個治療 所以家長可能不需要 就是一聽到 對 一聽到這個東西 馬上就 是不是要給小朋友吃藥 或者是要怎麼樣去 教導這樣的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一個正確的一個診斷 對於家長來講 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一步 那從數據面來看的話 現在有些數據是顯示 這些小朋友像這樣子 注意力不集中的小朋友 有變多的趨勢嗎 應該是說沒有變多 只不過說大家對於這個議題更關心 根據台大高淑芬教授的統計 台灣的目前所謂 注意力不集中過動症的比例 大概是5%到7%左右 這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講 其實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目前根據這樣的一個統計 大概全台灣大概有20多萬的小朋友 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小朋友發生這樣的狀況 不去治療可以嗎 當然所謂注意力不集中跟過動的小朋友 也許在我們小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有這樣的一個診斷 可能我們也沒有接受過 所謂特別的一個治療 因為這個治療就要看這個小朋友過動 跟注意力不集中的程度 有到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說會影響到了所謂他的生活 學習 我覺得可能會需要去做介入去做治療 那只是稍微輕微的 比如說老師可能比較稍微受不了 或父母比較受不了 太過亢奮 稍微一些些而已 那種情況 可能可以用一些行為的方式去約束 去管教 那也許就可以達到效果 不見得一定會需要用到藥物來做治療 那如果真的是確診 他是有過動的現象 通常會怎麼治療他 我目前來講 當然行為的治療 當然是目前來講 家長會比較願意接受 那真的不行的 我們可能會加上藥物 那根據研究顯示 單用藥物或者是藥物 這樣行為治療 其實治療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用藥物來治療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 蠻不錯的方式就對了 好 今天很高興我們的梁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